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农家少年就是被誉为宝岛歌王的叶启田 他用歌声唱出了自己人生的大起大落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 有时期 有时落 好运 歹运 总要赵启功来行 更在经历了这些大风大浪后 将人生经历化成了一首首热血的歌曲 带给人们无限的鼓舞与希望 1948年 一个瘦小的男婴降生在一个台湾农户 家人给他取名叶献修 后来才取得一名叶启田 叶启田在九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 年幼的他早早就体会家境贫困带来的窘境 不知何时心里种下一粒种子 一定要摆脱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13岁那年 他跟着大人到戏院看演唱会 见到洪一峰 闻下等歌星登台演出 他们歌声嘹亮 激发少年的心 叶启田感到体内的音乐细胞活起来了 他向父母吐露心声 也想成为歌星 在唱歌道路上寻求发展 淳朴的父母没有打击他 反而资助他20元钱 支持他追逐音乐梦想 像其他寻梦的年轻人一样 叶启田乘坐火车从偏远的家乡 驶向台北市区 因为人生地不熟 他只好暂住在萌霞的小客栈里 清晨他到市场帮摊贩卖鱼菜 赚一口吃饭钱 一晃两三个月过去了 当歌星依然是叶启田遥不可及的梦想 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 感觉毫无着落 只好搭拉着脑袋回家 叶启田在家待了两个多月 每天下地干农活 单调乏味的劳作 没有磨灭他想唱歌的火苗 于是他收拾好行囊 继续出发奔赴台北寻梦 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为了靠近梦想 叶启田加入寻回团当主唱 每天到菜市场 夜市卖唱赚钱 还经常到戏院和歌厅门口晃悠 希望能收获点什么 这一年他14岁 虽然说唱歌已经走进他的生活 但是他离真正当歌星还很遥远 运气有时来得猝不及防 有一天 叶启田无意间撞见文夏先生 带着土地从药房买药出来 他深知 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拜师 下次不知道要等多久 于是叶启田鼓足勇气 走上前去 向文夏表白自己想拜师学唱歌 但是 面对这位陌生的马路拜师者 文夏见怪不怪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没空 就牛脸走开了 幸福的话还没开放 就凋谢了 但是这个小挫折 并不能阻断叶启田 对唱歌的热情 他一如既往地练歌 都说 人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 有一天 叶启田翻看歌本时 无意间发现里面有几行小字 定睛一看 原来是几名歌星的联系地址 他如获至宝 按照地址跑到一家书店 找到他的人生贵人 也就是日后的恩师 郭大成 从此 叶启田的生命开始闪光 也许是有缘分 也许是有感动 郭大成一看见这个 前来拜师的小伙子 就心生欢喜 接受了他拜师学艺的请求 老师拿出十二分的热情和耐心 逐字逐句 教他吐气 发声的技巧 还有怎样在歌中注入感情 这一年 叶启田十七岁 花季少年 向阳而生 恩师还把自己创作的两首新歌 《内山姑娘》和《木仔谱》 也敢去 送给他唱 叶启田也没有辜负老师的厚望 回到家后反复练唱千百遍 1964年12月 叶启田突然接到老师的电报 速上台北 再过几天进录音室 喜从天降 叶启田赶紧收拾好行囊 出发 这一趟台北行 叶启田不仅实现了当歌星 录唱片的梦想 还得到知名电台主持人 陈三雅为他取的一名 启田 寓意是开启田业 创造梦想 他兴奋的领取400元录音酬劳 回到家乡 从此叶启田一路高歌猛进 势不可挡 17岁出道 21岁获选为宝岛歌王 叶启田成为在台湾流行歌坛中 歌龄最长 最闪亮的歌星 他一路唱歌 一路拿奖 将第一届杰出艺人金龙奖 金曲奖著作奖 和第七届金曲奖 通通收入囊中 歌儿幽泽演 唱歌唱红的叶启田 受邀出演电影 他在电影《内山姑娘要出嫁》中 饰演男主角 又在电影《南北歌王》中一人分尸两绝 作家王珍和也以他为原型 用实验性的文学语言 创作出小说和剧本 《人生歌王》 叶启田的影响力 可谓是如日中天 然而 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 在不知不觉中 命运的快车 不知道被谁踩了一脚刹车 叶启田的人生 好像从山峰跌入海沟 当唱歌事业达到尖峰时刻 叶启田入伏冰一两年 退役后发现歌谈气氛有点不对劲 70年代 政府开始限制台语歌 官方电台进唱 唱歌表演只好转向地下发展 所以地下歌厅的表演生意越来越红火 叶启田在秀场的酬劳高 人气也旺 于是自己承包秀场 当起老板 人气旺 自然赚得盆满钵满 有人眼红了 后台常有小混混恐吓勒索 29岁的叶启田血气方刚 从不轻易忍怂 他敢于和小混混正面硬刚 在1977年的一次斗殴事件中 一名雇员保镖 失手杀了一个小混混 认为叶启田是负责人 所以就被指控教唆杀人 从此开始逃亡生活 沦为通缉犯 当再逃犯的日子好难过 他投案后官司历史四年 一度获判无罪 但是在1981年三审 被判七年徒刑 这个判决刺激他再次迁逃 然而在132天后 叶启田又落网入狱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叶启田在狱中的沉淀 是为了出狱翻身做准备 布袋河上有诗云 后退原来是向前 似乎预言了叶启田 出狱后的生活 1985年 叶启田假释出狱 这一年他37岁 他为自己定下的短期目标 是复出歌坛 第一年市场调查 第二年竞争 第三年平天下 说到平天下时 他仰头大笑 那时陈一郎 红荣红 沈文成正当红 很多人都说叶启田过气了 有坐牢的前科 没人喜欢他了 但是他的铁杆粉丝们 不这么认为 他们觉得叶启田 是被冤枉的 是精神偶像 他们力挺叶启田 出钱出力 提供各种资源 帮助叶启田付出 叶启田没有辜负粉丝们的厚望 他接连推出专辑 忍 干一杯 男性的本领 张张大麦 1988年出品 爱拼才会赢 更是一曲定江山 再创造人生高峰 这首歌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共鸣 红遍华人世界的大街小巷 造出全民传唱的势头 甚至连立法委选举时 也拿这首歌来造势 鼓舞民心 叶启田持续为选举现唱造势 这种正能量不断在他心中积蓄 滋养他的抱负 茁壮成长 他认为自己本名叫叶献修 这个名字注定了自己要参与选举 改变民生 于是他按照计划 只身转战政坛 勇闯天涯 叶启田用三年时间博览政法书籍 做足知识储备 1992年 他歌红人红 介事转战政坛 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成绩 但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很多人都以为当选立委了就能发财 但是叶启田却用亲身经历 展示竞选烧钱的事实 他万万没有想到 虽然顺利当选立委 却让他的人生像坐过山车俯冲一样 急转直下 叶启田说 唱了三十多年 原本我的存款一度拥有一亿多台币 但是这些钱后来全都花在选举上 不仅一毛不剩 而我跟朋友调度的钱也越积越多 现在已经破亿了 我在想 我这辈子到底有没有机会还清这些款项 他还说 服务处开支 林林总总加一加 一个月还要倒贴七八十万元 这样怎么办 有的人见好就收 抽身止损 但是叶启田不是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形 想赢 让叶启田拼红了眼 宁愿破产 也不要落选 叶启田像赌徒一样不断加码 他一共参加过四次立法委员选举 分别于第一次和第三次落选 第二次和第四次当选 为了选举 叶启田拼到极致 1994年 面对华龙炒股案的风波 叶启田在立法院拿刀自砍左臂 以示清白 当即先选染红了雪白的衣袖 这些做法成为压垮他婚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星老婆刘嘉芬与他离婚 带着一儿一女远赴美国 原本他们的婚姻关系就脆弱 从来不肯安稳过生活的叶启田又自爆 结婚不到两年 他就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1996年 叶启田的老婆终于忍无可忍 为了保护孩子们 他与叶启田就此了断 婚姻画上了句号 离婚似乎并没有阻挡叶启田追逐政治梦想的脚步 2001年叶启田第四度参加立委选举 现场气氛热烈 他甚至向民众下跪败球选票 2004年 他准备第五度参选立委 登记前发现得了肝炎 医生劝他不要选 他才罢休 离婚后的叶启田时常感到孤单寂寞 他常常一个礼拜好几天都不下楼 窝在家里的沙发回忆往事 巨大的债务压力 让他得了忧郁症和恐慌症 手抖 胸部像火在烧 口干脑都缩起来 想说再五分钟 十分钟后就没生命了 他要靠吃药来控制病情 甚至想过自我了断 叶启田处于低迷的状态很久 后来叶启田复出歌坛 逐渐有人请他商演 但三年前 叶启田到美国洛杉矶商演时 爆出手抖 讲话不断重复等情况 甚至一度情绪失控 外界猜测 叶启田恐是罹患 阿兹海默症 及失智症 不过经纪人强调 叶启田每年都做健康检查 身体状况良好 叶启田本人也曾公开声明 健康状况良好 自己也会求神明保佑 让自己延年益寿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